真相吧,花花万物,由于此前节目内容不符合内地要求,而遭到了下降,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后,如今又重新开播了蔡康勇与小S这两人的合体,节目中各种笑调不断,毕竟由小S这样十分能折腾的综艺大咖, 所以这当综艺也是备受大家期待,在最新的这一期《真相吧,花花万物》中,由于节目通常都要进行广告植入,所以蔡康勇负责念广告,而一旁的戏精小S就负责表演,由于表演时候主戏太深,小S靠下椅子上的时候没有靠完,所以整个人失去平衡险些摔倒,其他嘉宾看到险些摔倒的小S后,连忙跑上前去,嘴里大喊着护驾, 而只有李旦全程无动于衷,像是一个吃瓜群众坐在那里,看到李旦的反应,蔡康勇就询问李旦为何没有反应,李旦的答案却令人意外,我觉得他是故意的,众人都大笑了起来,一旁的小S确实是一连猛圈的表情, 随后,小S在节目中表示,自己向经纪人要李旦的微信,无奈被经纪人给拒绝了,原因是经纪人怕小S乱发消息给李旦, 然后蔡康勇就问李旦,如果小S晚上会传讯息给你,你该怎么办?李旦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七个字,我就截图发微博,顿时引来全场的欢笑, 但小S听到李旦的这个回答后,立刻变脸回答道,你不要脸,随后李旦还调侃小S说,